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開心然後再次站上新加坡的頒獎電影舞台上 剛剛帶來的是兩首大家都能夠耳熟能詳的快歌 接下來帶來的是去年我們所發的一張單曲EP 歌名叫做 另類人生 來幫手借給我們好不好 傷心交通水色 我決定下車在騎走 漫天還是會倒的 想懂 又淋漓了 雨傘的人還是透著 彩虹卻浮現了 為了 淡口小愁 我靠近不停破關口 未來究竟多不同 回頭 還沒忍受 太倔强是好是快樂 答案隨時變多 有人說 有人說要明明加入熱門人生才幸福 只是能找到愛的另類人生才被羡慕 為最愛的事物 拿著心去付出 那快樂會勝過 我的最貴的 我的最貴的理由 有人說贏的熱門人生才滿足 其實有更多美景在最少人去的山谷 為自己而投入 為自己而投入 不為了必勝負 我微笑學會了 去未來 去未來有很多路 我未來 會淡口小愁 我靠近不停破關口 未來究竟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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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要拼命加入 热门人生才幸福 只是找到爱的灵 没人生才被羡慕 为最爱的事物 拿着心去付出 拿快乐会胜过 获得最贵的礼物 有人说赢的热门人生才满足 只是有更多美景 在最少人去的山谷 为自己而投入 不为了必胜负 我微笑学会了 去为哪里有很多路 毫头过来 为自己而投入 我为了必胜负 我会想学会了 去未来有很多路 我会想学会了 我会想学会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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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今天有两个奖要颁给你 那首先呢 我们要请出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颁奖人 有请的就是来自 KBOX Entertainment Group的董事长 王伟丽先生 是 王董今天要颁发的这两个奖项 分别是 OMY BLOCK人气组合奖 谢谢 恭喜 恭喜Energy 谢谢 另外呢 我们要颁发的是 KBOX火力K歌组合 Energy 谢谢 谢谢我们的颁奖人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更衣朋友们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S.H.E.的歌迷朋友 给大家听一听 什么叫做口号跟力量 准备好了没有 口号准备一下 1 2 3 2 2 2 3 3 2 1 梦幻天堂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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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我们要马上颁接下来这个奖了 这个人物呢 只是对新加坡的电影呢 有很大的贡献 不只之前呢 他在综艺类呢 也算是新加坡的这个佼佼者之一 呼呼呼呼呼 哎呀 哎呀 雙脑筋啊 看了嘛 我们有请 梁志强 梁导演 剛剛下了飛機 馬上趕來我們的 一樂大賞的現場 梁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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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那我們當然要請的就是 新加坡不要控股的 執行副總裁 行政集團兼滑溫報 文化產業部的 蕭作茗先生 今天也是一樣的來到現場 剛剛私底下 已經跟梁導演 一直不斷的 握手啊 拍拍肩膀啊 今天我們一樂大賞 頒給梁導演的這個獎項 就是一樂傑出 電影類的貢獻獎 謝謝梅志祥 謝謝 這個比終生成就獎 還少一集而已 也不要這樣子講 其實能夠得到這個獎 最重要的還是要謝謝 在場所有的朋友 還有一路來支持我電影的朋友 十年來拍了13部電影 可能大家到戲院去看的時候 都覺得說沒什麼嘛 梁志祥又拍了一部電影 但是監装的過程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我再次要謝謝朋友們 你們支持梁導 梁志祥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不只是我 而且是本地電影的作品 謝謝 一樂大賞 請歡迎 陳吉珍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吉珍 你知道嗎 聽你說話 我只需要聽你說話 在你的聲音 在你的聲音中 安全的讓我害怕 這是一個快樂的警告 這是一個快樂的警告 警告我別想逃 這個特別的時刻 判斷卻不會是你想要 你的溫柔 包圍著我 像個沒人愛的傻瓜 你的影子巨大 你的影子巨大 沒有人愛的傻瓜 你會在你的靈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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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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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已改变太多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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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写了好几首属于你的歌 好 这样的歌隐藏了太多苦涩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要 却又不敢对我说 因为我曾是你 我曾是你 我曾是你 无话不说的朋友 因为我们改变太多 因为我们改变太多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其实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 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这首歌其实我要献给失去依靠的人 然后自觉的不被拥抱的人 还有脚踏实地却也想要飞翔的人 然后要特别谢谢SPH 然后颁给我这个奖 还有 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领到奖项 然后非常谢谢所有人的支持 然后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